大雨下不停 双脚都被淋湿 可见泥沙台风威力有多惊人 尽管目前气象局只发布海上警报 但是半个台湾都被雨淡狂炸 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之下 周一上班日还有一波猛烈雨势 从今天的白天可以看到 我们全台都各地都有可能降雨 那主要的降雨还是在北北基陶 还有我们的东半部 特别是宜兰跟花莲 还是我们主要降雨的区域 那特别是我们的北部 大台北的山区 宜兰跟基隆北海岸 还有桃园新竹的山区这一带 都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假期碰上台风角局 气象局提醒16 17号两天 全台雨是最显著 北部东半部中南部山区 可能出现局部大雨 特别是东北部山区 盛防大好雨发生 其中阳明山晴天刚 累积雨量就超过750毫米 而泥沙台风也导致山区出现摊坊 阳津公路16日凌晨 因为土石流双向封闭 抢通过后上午6点半开放通行 但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全面关闭 另外因为石门水库泄洪 北市8点起疏散门只出不进 开放部分红黄线停车 至于新北河滨公园停车场同样管制 9点起高滩地车辆只出不进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是紧 台20 0105线台7线台8线 一共三个地方预警性封闭 是栽阻路段 要请用路人留意 连海空旷地区跟外岛 容易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那可以看到明天 虽然台风稍微的往 东沙岛海面方向上来移动 但是东北季风会增强 从风势上来看 明天的风力会比今天来的更为明显 气象专家点出 泥沙台风有三个典型秋台特征 包括共伴效应产生气压梯度 另外东北季风过后 由冷空气南下 明后两天北台持续湿冷 民众千万不能清湖 环宇新闻江北陈品珍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